Katrina 浪橋 你可以做嗎? 媽咪 我們今天應該會提早離場 沒錯 還有現在 Hello 大家好 我是Katrina 浪橋 今天帶大家來到海洋公園 對上一次來海洋公園 應該都是跟我兒生女 那時候去她很小 今天她終於夠三歲 今天是星期一 所以超少人 這裡星期六日 這個位置應該是排隊 但今天是沒有人排隊 我們現在進去 很好 她看到有BB車 叫我們進去通道 大一點 對 就是這樣玩泡都可以玩成人 老仔 哈哈哈哈 我們現在進來海洋公園 首先跟油口非常近 海洋公園最棒的就是 可以讓小朋友 認識多一點不同的海洋生物 二來就是 這裡有冷氣 今天是32度 又是很熱 盛夏的感覺 所以第一站也是要來冷氣 第一站也是要來冷氣 但液對於海洋 珊瑚的污染有多大 原來一滴的防曬液 在6.5個 奧運標準游泳池的水裡 就可以足以危害珊瑚 防曬液對於海洋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污染 所以我們盡量用一些 防曬衫 去做防曬 那就是最好的 又或者市面上 其實都有些 Ocean Friendly的防曬液 例如你去玩水上活動 大家就可以考慮一下這些 更多的防曬液 進來 貓館 跟貓館說話要洗澡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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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耳朵 是 換了點鹽 欸 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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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嘩 找到我了 好 有點像那些爪不同 哈哈 原來他們真的很流行 這樣露一下 在水裡 哈哈 好 我們看看另一邊的 紅貓館有沒有紅貓 你在這裡 哈哈 幸好貓 泰山 小貓 猶猶猶 好 WOW! 這不是一塊石 這是一條魚 它有手指 它是榮園類 身長可以去到兩米 好像白紙櫃一樣 又是行精品店的時間 You can't come outside No no 天真漂亮 現在我們決定坐下吃東西 但在甘魚館附近 其實也沒有什麼餐廳 有這間大熊貓小廚 室內的範圍沒有開 我們就要買食物之後 在室外坐 但幸好這裡也有些樹蔭和風 不會太焗 所以還可以 現在正在等食物 好,我們現在坐下 吃東西了 我們點了一個蠔國雞飯 你先給我 我幫你自己 我幫你自己 好熱 太熱了 對 我覺得很夠熱 有風 然後有豆腐 這個是雞肉串燒 你看 很野味 對 對 還有一點甜甜酸酸 對 就是正常的味道 不會太難吃 也不會太有驚喜 衣飽的肚子就算了 補防了時間 因為太小了 要搬車 但KCY堅持自己搬一把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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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進來的話 我們這裡是給小朋友去學習動物 和大事件關係的 耶 那就看到了 藍色 藍色 那就是我的腳腳 你又給他一個腳腳 你給他 你給他 這個 對 我又給他一個頭頭 哇 我們先切開頭頭 這個 對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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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就是你的超級動物 這裡是搬了自己的動物 之後 帶它出去完成任何的 過關之後 動物就會升級 變大隻 這樣 如果再完成之後 就會去到上面那一層 再有一些 競技賽 考驗小朋友的 手腳協調的 一些遊戲 這樣 對 原來現在的小朋友 是玩這些 HIGH TECH的 上滑梯 剛才的AI體驗 其實 當小朋友砌完那隻動物 之後 其實都是要付錢 然後買了手環 才會保留你砌那隻 公仔 它會顯示在屏幕 那裡 虛擬畫面那裡 啊 叮滿啊 我們來海洋公園 才成家立室 才開支散熱 成立了兩個家庭 這裡一個 後面另一個 他們家庭成員之間 他們會手望相助 他們會分工合作 但是不同家族成員會打架 為什麼能看到他們現在在滑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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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現在的環境 其實跟他們的自然生態很相似 就是沙漠 那沒有什麼東西吃 他們的食物都還在沙漠滑 他們滑滑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他們滑地道 沙漠日夜溫差很大 所以他們是住在地下 因為地下的溫度比較穩定一點 沒有那麼冷 他們滑地道有很多 入口很多出口的 就方便他們躲 但他們很喜歡乾淨的 他們有睡房 eaten patio 如果晚上發覺有需要的時候 他們會去廁所 他們不會在睡房大小便 是很乾淨 你看到他們每隻都有一個很大的黑眼圈嗎 看到 因為想像沙灘的沙灘會反光 有個黑眼圈就像我們大黑超一樣 就是保護眼睛 減少點光是進去的紅紅 還有這個黑眼圈 你覺得他的眼睛大一點 覺得他胸狠一點 覺得他大隻一點 這個也是去保護自己的其中一個方法 Woo 經過纜車一輪的洗禮 我們決定去冰極天地 尤其我 那裡很開心 很開心嗎 要過一個冷河 不是就是中暑了 我們現在就進來冰極天地的南極奇觀 那3點3就是為企鵝時間 所以現在很多企鵝都在等吃 我想說這裡不是一般的凍 是異常的凍 就是在雪櫃裡的凍 不是你走進了一個冷氣商場的凍 所以大家如果有小朋友來 一定一定要帶一件外套給他 否則他很容易凍傷 好 我現在跟姐姐玩這個極速 欸? 原來是地時速 不是極速之禮 好玩嗎? 好玩 因為我覺得他有過山車那種少少的離心力 但不會太刺激 亦是可以吹風 挺好玩 我們去這個沉沙探地 這裏的鏡片做得像大澳一樣 好像轉了一些設定 一次都不成 現在的小朋友其實是這樣學習的 要很visualize 這裏的鏡片 不是一對文字 這個造型這麼特別的就叫做鋸魚 它已經是屬於極危的動物 極危之後再嚴重點 就叫做野外面絕 即是在野生的地方 已經不會再有這個蜜種 剩下有保育的地方 例如海公園 才會有這個蜜種 今天主要是帶小K來看一下 海洋生物 或者是熊貓等等的動物 其實我跟嘉姐 都不會說很想玩一些機動遊戲 所以剛才都只是玩了一個 其實現在都差不多五點鐘 加上我們想看的海洋劇場 今天又沒有開 所以就 我們今天應該會提早離場 沒錯 還有現在 可以看 我們發現海洋劇場的位置 變成海豚探秘 我們可以下去看看 你看看 現在海洋劇場是沒有人的 很驚訝 我看到我們坐下了 原來這裡有一點節目 剛才打算走的時候 突然主持人說 大家好 我們 忘記了題目是什麼 還有幾分鐘就開始了 所以就馬上去找個位置 來看看 浩宇動物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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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各位Candy 其實最主要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日常當中 獲理員會和我們的海獅朋友 進行什麼 日常護理工作 既然是大海獅人 會和海獅人 來自大海獅人 來自大海獅人 在大海獅人 大海獅人 有 我們先去看 Hello 所以我們平時要記得 連著家庭和食器餐具 並且在搗垃圾的時候 火線地搗垃圾口 令到垃圾不會有機會 流入他們的棲息 即是大坑那裡 就可以幫助到他們很大的磅 剛剛就看了一個海洋保育學堂 類似是這樣 他就說了他們平時怎樣照顧海絲 萬一遇到海豚 如果擱淺的話要怎樣處理 我覺得都挺有趣的 雖然沒有了海洋劇場 但好像多了一些保育意義的東西在 我們都剛才聽完才離開 現在時候都不早了 我們現在就要乘海洋列車下山 然後就乘車回家 好了 我們海洋公園一日FLOG 就去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會喜歡 雖然今天不是玩了很多機動遊戲 但就看了很多海洋生物的保育意識 又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野生動物 其實我們前一日才去完迪士尼 因為要趁姐夫在香港的時候 就帶小機去多些地方 原來香港的夏天都是不夜宵的 當然還是覺得後天是好過下雨的 不過我們每一粒都好像乾蒸燒賣一樣 真的很熱啊 那我們這條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想繼續看我多些不同的VLOG 就可以追蹤我們的Instagram和Facebook 還有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要記得按旁邊的通知 我們一收新片就馬上知道 有些什麼就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